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咱们这是第五期 计划在讲,在讲,还能讲这期 但是我下周准备休假 休两周,休两周 不过咱这时间又长了 不过还行,没有什么关联 因为今天正好能把民国的给他全都讲完了 这个能看出啥戏了吗 可以去参加戏与大会了 今天那个戏与大会 他们好几个都考清宫的戏画 那天放那个段桥 特别想要跟大家讲过 还放了苏郎探母 刚才他说的就是翠平山 就翠平山洗脸那场戏 就比较经典 但是现在我们看不着 因为现在不怎么让演 好像这两年又有人开始演了 但戏就是这样 你一旦离开的时间长了 你想恢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一方面老艺人走了 一方面就是说你时间越长 观众也淡忘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看戏 就是萨文戏杜仁杰 就是还说过 就是说他恢复这个骨子老戏 学梦崇哲 就是也挺尴尬 其实他们费了很大的劲 但是呢就是他们只要贴 红楼链码什么的 就能满 他恢复那骨子老戏看着就少 什么春秋笔啊 什么白蟒牌啊 这个说明这个 这个说明这个 现在内行少 人家观众不行 你看那天 我们去看那个纪念张智琳那个演出 也是 我都看的都不行了 我都觉得我说幸亏我没买票 然后这个 结果人就是还有还有很多好 要去很多好 我都很奇怪 我说好在哪呢 这个 说现在整体的你说愿演 愿演什么 也不愿 为什么因为就是 再好的演员也需要舞台历练 我审觉现在不管是 就是现在年轻演员 为什么没有老先生好 你看刚才 童志玲那个 童志玲说我们到解放之后 我们才懂得就是说 原来我们要演什么 我们要演什么 原来可能也演 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所以他们又开始玩命的挖掘 那可是人家解放前人就红了 解放前人就这个 没上成群的戏人就都唱了 所以说后来你想想 他凭着什么在解放前红啊 其实就是一个经验的积累 每天我都在演戏 一边就很简单 就像那个武戏的扔枪 接不着我 对啊 有人接不着我 那我要每天都演的 我一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有三百天都在演演戏呢 那可能你就接着了 你就 就不是说 你在那儿就紧张了 就这个道理 在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 就是演的太少了 包括我们学校的时候 我们学校小孩才才才才才一场戏 一个学期能有一场两个 你这京剧系的孩子 你没有舞台实践 你光学你学一万处 对 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说到禁系了 就想起这么多 咱们今天还是继续把这个 民国禁系讲完 我讲过我说民国禁系 分为几个种类 首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禁系 再一个是日本沦陷区的禁系 再一个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 就是解放区的禁系 其实这个解放区啊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一个名字 说解放区的禁系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个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解放区很大 但是呢 其实真正的推行禁系的时候 就是48年49年 那48年49年 为什么要推禁系 因为北平和平解放了 就在北京的时候 因为北京是 当时是整个戏曲的大本营 哎 北京解放了 然后呢 这个 那个政府 就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 调臣 然后就是禁言这个聚目 所以说咱们说是解放区的禁系 其实基本等于就是叫什么 黎明前的就是就是就看见那 一度白了那会儿那个禁系 啊 但是这这禁系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说比以往都要宽 然后比以往呢 禁的种类更多 啊就是说越来越越 越 就是 种类越全 范围越大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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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进系的一个特点啊 呃 你看这有一个文献啊 而根据中华民国38年啊 是3月25日的北平新明报刊登关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 文化接管文员会 禁言55出含有毒素的旧局 这个名字很长啊 一个想来是这样啊 说得通知 呃里边这个这个 你要说多年以来大部分旧局的内容 就是替封建统治阶级 镇压人民的反抗思想很是太平 现在为了扭转旧局 以封建王朝利益为本位的谬误观点 主管机关以一定长远的改革旧局计划 定学列目前有55出旧局必须停 55出 咱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55出戏 当然了 有一部分戏呢 是跟我们原来的那个是重复的啊 呃 那就有意思了 就是 那就说那个 就是说咱们禁戏 为什么 就是说 有重复的还有不重复的啊 说这些重复的是 是有什么问题 不重复的有什么问题 呃 其实你要说想禁 那何时55出啊 所以每个时期的禁戏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在他这个时间段 还在演的 比方说有一些禁戏 你觉得这些应该禁啊 诶 当时呢正好在这个历史时间段 它不红 就没什么人演 它自然而然而然就谈不到禁了 可是我们的那个戏 一直在排一直在演的 所以说你在不同的时期你会发现 禁的剧目都有所增加 就是说我这个环境下 我可能更在乎这一点 OK 那我把这点给你进了 那可能在另外一个这个历史时期呢 这个就不算事 所以它就不进 而禁线都是 就根据这个社会环境的不同 它的剧目的构成也不同 那我刚才说这个时候是最宽泛的 你看有多少种呢 你看 首先第一个是提倡这个神怪迷信 这个就是咱们在前面没有讲过 就我们讲那个就是民国政府的禁锡也好啊 包括轮陷区的禁锡也好啊 再往前追到清代的禁锡 基本上啊没有禁迷信 除了咱讲过有一出那个四平山 啊就禁阳宫 是禁远宫 是因为怕雷宫怎么不知道啊 有那么一出之外 其他基本上没有 但到了这个时候 这样的洗一下就多了 而且占多数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提倡淫乱思想 这个你觉得好像啊 这个不就是粉系吗 粉系咱们一直在讲嘛 但你看它这个用词跟粉系不一样 它是提倡淫乱思想 它有一个思想在里头 对吧 和这些东西呢 就是高级的就深了 那你涉及的这个 剧目就多了 所以你看像那个 像西乡记这样的题材 在民国的时候 其实是 就是说民国政府呢 没有人进他 像你看斯拉明大 还有照片留下 对吧 哎 但是我们知道 在清代的时候 像西乡记就是因为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汇淫 就被禁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像这种戏呢 渐渐的也又被重新揪了出来 啊 那就是提倡民族诗节 最典型的一个思郎探母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看着思郎探母 真不容易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也不会展开讲思郎探母 到下一节课再会着重讲 为什么 因为思郎探母就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被见 我们现在能看到思郎探母真是 就是要感谢王荣他们 王荣他们在就是七八年吧 就是刚刚那个就是改开放那会儿啊 然后没有多少年 呃 然后就是当时提倡 提倡那个就是说那个 就是 呃 文革刚结束嘛 传统戏可以恢复上演 但是啊 就是演什么样的戏 当时就是 就是大家心里都在打鼓 就万一再犯错误怎么办 尤其思郎探母一直被 就是压制这么些年 他们不敢演 一直说王荣他们是在西校上学 学生 我们演了就演了 他们才开始演 他们先演的 学生那个 胆子向来都是很大的 对吧 咱们知道无私运动 那这两回事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但是会沉重 可能 诶 所以从他们开始演 后来才渐渐的思郎探母 要不然 现在就是像思郎探母这些戏 说实话 都很难看见 一会儿咱们还是会讲到 异族侵略思想 那你像什么这个 铁红鸡 铁红鸡也不能算异族侵略 这是没有岳飞的这样的 因为咱们讲的是中华民族 就是统一大家庭嘛 对吧 尤其你像那个 叫后来的当然 我就说 例如像鸿鸡骂筹这样的剧情 说是就是清军啊 那什么 那都是一家人嘛 这种也就是 也就不让人查 歌颂奴隶道德 你看咱们讲这些 基本上前面都没有 除了民族诗节 就是咱讲过在民国那会儿 也有被进 但你像那个歌颂奴隶道德 过去从来没有过 但你像那个 一鹏穴 牧成替死 对吧 九星天 马亦救助 南天门 这样的 这都不让人家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然后那就是 表扬封建压迫 什么意思 比方说 守贞 就是贞劫 你像那个三娘教子的这样的 王春娥 你像这个就是这种劫富 猎富 这都不让人家说了 最后就说 极无聊或无固定剧本 我这个 我觉得特别奇怪 那无聊就让他无聊了呗 对吧 然后他没有固定剧本的戏 确实有 确实有 那所以说他们觉得 不知道为啥 然后反正这个 这个也被画到里头 反正也是被禁的这个 其实前面这个我还都能理解 最后这个我自己理解不了 一会咱讲道理 你可以感受一下 咱们就把这五十五出 挨个的给大家 那个讲一下 但这个呀 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发现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一定这个名单的人 就不知道是那一行还是来好 就他里头其实是有一些错误的 就我看是有些问题 比方说有的均不是虫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 我查的资料不会完全 那还有的呢就是说 这个就是 就是 你觉得这出信好像没有问题 他为什么要进 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 但是呢 我现在能查到这个名单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一样一样的给大家 就是列一下 首先就是第一出就是胡娘 因为我们京剧啊 西乡记 一提西乡记 都知道就是说 崔莹莹跟张生那个事情 但其实在中国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民间传承里边 很少提他们俩 就最重要是胡娘 在老百姓心中 到现在咱们用胡娘去形容这个媒婆 就是就媒人 不能说媒婆了啊 所以这胡娘这个人是 是很主要的 我们现在所谓京剧的西乡记是 前汉那个就是改良之后 张军秋他们排的那是建国之后了啊 所以说我们原来老的戏台上就是胡娘 那这个胡娘呢 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这个 从王师傅这个 西乡记的杂剧 然后又到这个董西乡 朱龙调 然后再到后来 就是一系列这样传下来的 那这个老的这个胡娘呢 他跟那个 现在咱们舞台上胡娘是不一样 他什么呢 就是首先从剧本角度来讲 这个胡娘是 就有点那啥的想法 他跟张生不是那么清楚 就不是说一点一点想法没有 所以我们我们昆曲里唱有一只 就有一只叫十二红嘛 就是唱这个胡娘 就是他发现 哎你们俩怎么把我关门外了 我不是这么瞎 所以说你像你像这个这个 但是呢其实巡卫生当年他演这个戏的时候啊 就是排这个戏的时候 因为他排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在他的算中期了 其实也没有说是引起了多大的 让别人觉得说是怎么着 因为第一他是男的 还好 但是呢 红娘一演之后 就是基本上就算是红头半边天 那那个时候像他排的时候就是三年代末 四年代初这会儿 就是大量的昆灵都已经那个 就崛起了 和大家纷纷的都扮演这个童谣 那可是一演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女的在去演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说所谓的 就底下坐的什么人都有 有的人就是冲色去的 所以他们在演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再想巡卫生那个 就是说那样了 可能就再过一点 那你随着时间这越来越推越来推移 那到那个是到到后来 这红娘可能 你要是想加点什么 您都能加 你就属于这个 所以我觉得他进应该是这个 就是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你要从剧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舞台上看的 红娘是相当健康的 那徐卫生后来改的 改的那个那个 因为你不改的话 后来也就是就是 等建国之后就更麻烦了 但是你看赵远霞这个给 给那个就是76年他录的这个电影 你看他里头还是用的是红娘的那个老词 什么什么那个隔墙花影动 陆地步单开 就是就是就是 后来基本上你像那个 到了建国之后 他们就把整段给改了 那你去看那个赵远霞演的这个版本 你会发现他就站那唱 他就是用眼神 用他那个用那个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女孩的那个心思 他唱的女孩那个心思 没有什么大的身子 但后来就改了 后来把这都都摒弃了 改成了这个就是比较 比较庄重的唱吧 就是我红娘就是 我一定我喝出去我自己 我也让你们俩好 所以你看像到了那个八几年 这个宋长龙老师拍那个 红娘电视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身子都是大的 他因为他气场变 他词变了 他感情也变了 啊 但过去我们老的这个 这个红娘 那个 不是那么干净的啊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 就是就是 那个 我红娘将说是一生情 他就想今日做新人 夫人命亚赛国将军令 又好比军命照不四驾而行 说我从来是心命 今日一见也留情 也留情是这样的 啊 后来就不行 后来下宋长龙老师 就改成也同情 啊 一说你 就说你太那什么了 啊 我同情你 我得把消息给你 啊 就这意思 然后呢 还有呢就是你像那个 就是过去老屯 就是叫张生 我们基本上是上 就是放大胆忍气吞声 休害怕 说好似那亲生子 随便了亲爸 就是老屯 因为他是就是斗张生 啊 那后来就改成了 这件事倒叫我心乱如麻 啊 后来再改 就改成了跟随着小红娘 你就能见着她 啊 还是有高的 我说也是有高人 啊 但其实老的不是 啊 老的都是就是就是就是 这个红娘老跟他斗 啊 就是说白了 他就说有时候你开着 有时候吃点动物什么都这样啊 啊 而红娘也对张生也是动作动作的 啊 所以我今天带了一点 咱看看这个 这是我带到这点那个 就是王又青的一个学生 叫夏华达 你应该知道吧 这是个中美混企业人 嗯 他是个外国人 嗯 然后这个这个 咱的这个红娘 你看 你看这一点 我说张相公 这是一件大 一件 你可是我不管 那是子 对 是是是 我说张相公 你好 你看 你看 我老俗 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今我们打破四个 Nationa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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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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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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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黄龙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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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咱们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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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